烟消弥漫 乌军士兵一个一个举枪直奔目标建筑 透过CNN镜头直击就能感受肃杀其分 面对俄罗斯可能发动的纯迹大反攻 乌克兰在车诺比禁区举行大规模军演 尤其在矿野上 坦克攻击威力不言而喻 乌军也希望这场军演能让西方了解 这就是他们急需先进坦克的原因 军事专家表示 前线长达500公里 军车保养很重要 但乌军目前难顾及到后勤补给 所以急需外援主力坦克 CNN则分析为何德国鲍尔坦克 比美国M1岸布兰战车更适合乌克兰军队 专家加码分析 事实上针对德国说要美国先送坦克 他们才会跟进这件事只是都被拿来炒作 德国国会立场仍旧杂乱 而且根据民调机构统计 反对及赞成提供鲍尔坦克 给乌克兰的民众其实各占一半 等于民意风向也不一 西方军援坦克乔布隆 美国传出建议乌克兰 延后大规模反攻俄军 等最新武器到位后再出击 但还要等多久 恐怕没人说得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